你叫Honey Kit吧… 好 她覺得你需要,學多一點 試試 給你結束 是我懂得讀 書是用來閱讀,不是用來裝飾 閱讀完畢就處理掉 即是甚麼?錄完這本書就要扔掉嗎 對,她說書不是用來收藏 也不是用來裝飾書架 我又看到你的書架很漂亮,很大 那這裡你叫導演全部扔掉吧 是 但很浪費 對,但我覺得她說的意思是 你看完那本書,那本書的使命就完結了 我想她想我們讀完這本書 想吸收完這本書才能擺放那本書 她想我們真正地理解它100% 沒錯,又或者我明白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她帶出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人買的書是用來擺放 真的嗎? 用餐櫃櫃櫃 你買的,真的用來看完 其實你就不需要擺放 如果反過來想,如果你想用來擺放 你就不如不要買 其實她是很尊重書裡的智慧知識 她真的覺得你要拿足… 不願意讓她淪落成為裝飾品 只做裝飾品 對 我看到她說應該要送給別人 我自己會送書給別人 因為當我看完那本書後 我覺得裡面的智慧很珍貴 我會很想分享給一個適合的人 所以… 但我也是不會的 你也會的,但你可能買一本新的 我買過本新的,我相信我看那本 但可能你的氣味也很珍貴 她的頁數有接近四百多 其實是為甚麼呢 她的前一百是作者自己人生的座右銘 後面就是她的一百個基本 是給她書店的員工的 一些工作守則,工作的基本 就是說大家一起打工、工作 其實我們要跟著這些工作守則 才會做得好 譬如我有做教育中心 我看到很多人都覺得 挺適合我的同事 這樣… 100條法律會否多了一點 少了嗎 少了嗎 我覺得多了 我就不覺得了 不相信我們,不如立即請一位嘉賓出來 他很厲害 他開了很多間茶餐廳 或者是冰室 很辛苦 很厲害 他有這麼多員工 我想一定有很多工作守則,是嗎 我人生的格言有六個字 第一個就是感恩 第二個就是尊重 第三個就是包容 為甚麼呢 因為我覺得人生一定要感恩 因為我的出身或所有東西 都是很多朋友 很多旁邊的所有人扶持我 去做到我這個位置或這個地步 所以我覺得人生一定要感恩 第二個就是尊重別人 因為我的小弟是巴基斯坦的混合 所以我一定覺得尊重很重要 第三就是包容 因為我覺得包容人是一個很重要的對人方式 因為每個人都會做錯事 無論是老闆或是伙計都會做錯事 所以我覺得包容是很重要的 歡迎文迪 你好 你好 文迪的樣子是一個拆頭 就是茶餐廳的拆頭 我們剛才討論 因為這個作者 他幫他的書局的同事 一起訂立了一百條工作的基本 我知道你的茶餐廳 去廁所看到很多基本 你們很喜歡貼了一些Moto 其實我參考一些老闆的東西 有一次去廁所看到我的老闆 貼了這麼多人生例子的東西出來 我啟發了一件事,就是在茶餐廳 如果我看到一些字眼 覺得我抄下來 然後給別人弄好一點 在廁所裡有個好處是甚麼 廁所雖然是一個解決的地方 但亦是一個避靜的地方 當有些同事或伙計 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你進廁所去靜一靜 冷靜一下 其實… 男人就… 男人當然是在尿兜前面 一磨你起碼一分鐘 我不知道你多久 但女人當然是在我手上 很棒的,譬如這裡有寫 生活就像騎腳踏車 為了保持平衡,你必須持續前進 沒錯,你踩單車 你想平衡,你不能停下來平衡 你要踩著才能平衡 啟發人生的東西 就是無論你遇到甚麼挫折 你也要保持高榮,不要放 一停就會倒退 你會想起嗎 我會看一些東西 這幾年… 抄梯嗎 抄梯那幾年,我覺得香港的怨氣 所有東西令到我的啟發 不如我有些鼓勵 鼓勵不一定是例子的 有時是家人,有時是說感情 有時是說朋友之間的關係 因為其實這件事很全面 我們剛才也揭開這本書裡的討論 我收到你這些很棒的 弱者等待時機,強者製造時機 是 真的很棒 而香港人的怨氣很重 所以我覺得我想啟發一些東西 未必要改變到那麼多東西 起碼先不要理會別人 先想自己才行 否則會影響到 所以我經常跟旁邊的同事都說 我們工作不要有太大的怨氣 因為你的怨氣會影響其他人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可能很辛苦地工作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這樣做